宝宝们呀 你离人伤苦啊 你快换个眼神报改一下 报改个极品少罗让我看看 少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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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你改少罗 你改个罗子出来 前段时间奶奶在直播 可能是粉刺的帮助 奶奶已经注意到我了 而且知道我是她的真爱粉 所以她上来就说 你的蛋为什么长得这么搞笑啊 哪里搞笑的 明明超可爱的 话说奶奶你为什么觉得搞笑啊 感觉就像那个智商不太高的样子 不像我们看起来就很聪明 老伯们你们快看 这两眼对不起的家伙说自己聪明 奶奶就非得让我报改表情 结果就出现了开头的场面 奶奶继续说 你既然是我的粉丝 那你有没有给我准备什么惊喜 什么 惊喜 思考片刻我回答 鬼 哎呀奶奶你别生气啊 来不及了 再给你一次机会 有没有准备惊喜 奶奶你等等啊 我出去溜了一圈 又回来 好假话 我确实没准备过什么惊喜啊 嗯 起在后头呢 不能提前拿出来 奶奶似乎有些失落 但是还带着我一起打了巅峰伞 结果 他这下可能都失落了 别难过下巴肯定 那下下巴肯定 那下下下 小马蜀你真猜 奶奶甚至还发了语音 说我菜 我平时可不菜的 是时候让你看到我的实力了 换上我的自身表情 让他明白 我其实 真的很菜 奶奶 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 我的妈呀 我可没打你呀 你就撞我 哎呀 快走快走 嘿嘿 一手鲜鱼走你 就剩一个了 好机会 出席 华丽的转身 这下该结束了吧 啊 吃了假 我还没被淘汰呀 别急奶奶 等我解冻了 我就 呃 没关系 最终还是赢了 嘿嘿嘿 奶奶真的太帅了 至于跟奶奶准备的惊喜 那就是线下见面啦 呃 对她来说可能是金小宝 人家少奶君又向前前吹她 奶奶可高兴了 给我了一包 感冒药 呃 怎么说呢 哎呀 奶奶真贴心 知道我感冒了 还特地给我准备了感冒药呢 哈哈 爸爸们 说实话 当天是真的很开心 不仅和奶奶一起玩了游戏 还和他们一起吃了饭 其实我自己也没想到 居然真的能和大祝国做朋友 也希望这份美好能一直延迟下雪 火 saturated 干